大家好 我是麦麦 一个在台湾生活了9年的桂林女生 也是台湾媳妇 俏丽短髮俐落口条 她是来自大陆桂林的麦麦 经营YouTube频道记录生活日常 我在新晋能量 现在是黏羊秀时间 就是吃外隔壁抓夹到她的头了 刚刚去体验了一下胃马 那口水还在我手上 不过还蛮不一样的体验的 与家人一块出游生活惬意 她也经常在影片中分享两岸大不同 大陆的桶装泡面里面 会附一把叉子 就是会附餐具在泡面里面 这碗泡面里面怎么没有附叉子 她是不是漏放了 孙妮丝有跟我说 台湾的泡面里面是没有附叉子的 都是要额外跟店员去拿 她就会额外给你一双筷子 所以她才会问你要不要餐具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刚刚在切苹果的时候 发现就是这个苹果心 它有一点点黑掉 所以我想留给老公吃就好了 小朋友就不要吃这颗了 桌子对你非常好 麦麦与先生孙明寺 在大陆桂林乡市 谈了一年半的异地恋 2014年在台湾冬季结婚 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就跟家里人说 要我的男朋友是台湾人啊 他们就觉得不太同意 第一他们觉得台湾太远了 他们也没有想过我会 就是离开桂林嫁那么远吧 然后第二是因为早期 那个台湾不是有一些假结婚吗 他们就怕我被骗 他说你有没去过台湾 然后你也不知道人家家里怎样怎样怎样 他说你一定要去台湾 他说桂林找不到啊 我说桂林如果找到的话 我找到嫁啦 我自己单身嘛 然后我就会跟他吵啦 但是我妈越反对 那我就觉得那我就越要嫁啊 当时他不顾亲人反对 下定决心来台追爱 没了家人的支持 麦麦的婚礼 只能自己一手操办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 比如说订喜宴 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我要订这边 然后他们就说 那我陪你去就好 然后跟他们谈啊什么什么的 我爸妈就是偶尔给两句话 他们也没有给太多意见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但是后来就是也是同意了啦 就是慢慢的也适应了 因为之后后来 我老公他妈妈有去桂林两次 然后我妈就觉得 他们诚意还满足的 应该也不会怎样 就不会被骗啦 起码 化解了家人的不认同 却没得到朋友的理解 麦麦也曾因嫁来台湾 与故乡的朋友 变得渐行渐远 自从嫁到台湾以后 跟一些大陆的朋友 就真的就是自然而然的 默默的越来越远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玩笑的说 对岸的台湾同胞回来了 台湾代表跟我们一起吃饭 也多么的荣幸啊 所以我还跟我妈有聊过这个话题 说为什么在台湾生活这几年以后 好像在桂林的朋友就越来越少 然后我妈就说 不想联络就别联络了呗 我妈就非常的干脆 我说这么干脆哦妈 她说朋友走得下去就走 走不下去你也不要强求 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都是结婚 有各自的家庭 然后每个人的想法都在变 对不对 环境不同造就人的想法也不同 那我后来就听妈妈的话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看淡 刚来台的她不仅得处理 与家乡旧友间的矛盾 也忙着适应在台湾的生活 像我刚来的时候 我因为买东西 我还是习惯用那个手机支付嘛 因为有时候出去 像有时候我去抗市美买东西 我忘记带钱 我就带了手机就走了 然后刚好因为十年前 其实还是有蛮多路客的 他们那些美妆店都有那个 微信或是支付宝的支付嘛 那我想说我没带钱 那我就用富人民币好了 然后我就说 请问我扫你还是你扫我 然后他说什么 他没听懂 什么扫 扫来扫去 然后我回来我就跟我老公说 他说可能他以为你要扫地吧 我们现在在玉月潭 滑独木舟 你把奖一放旁边 这边就是我们这一组人耶 我们运气也挺好的 天气超级好 然后人又少现在 我们玩完独木舟以后 我们就去玩脚踏车 在结婚之前 麦麦从来没来过台湾 对这块宝岛的认识 只有在课本上 我们小学课本有日月潭这个东西 这个课文在里面 对 但是具体它是怎么说的 我忘了就是写得非常美啦 所以就很想去看看 我来那么久我也是第一次去 然后我们去坐那个缆车的时候 就有看到啊 就是从那个缆车最高点看到日月潭 就是还蛮壮观的 就觉得好像突然间就想起了小学课本里面 因为老师都会用一些很美妙的语言来描述这边的那种美丽景色啊 那突然间你自己当下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又回想起那个回忆啊 如今她已经来台一段时间 偶尔也会怀念起家乡味 老板娘 我来买个外带 好 那个牛肉的牛肉米粉外带 我蛮常来吃的 它是卖桂林米粉啊 对啊 就是我觉得嘴馋啊想嫁的时候我就会来 类似台湾米苔木的面条淋上招牌卤水 再放上肉片 这一碗桂林米粉承载着卖卖对家乡的思念 现在真的不太能吃辣 在台湾待了几年以后 你回大陆再吃那种很辣辛辣的东西 就会真的辣到这样嘴唇肿肿起来 以前不会 以前完全不会的 嫁来台湾九年不仅饮食习惯渐渐改变 卖卖的穿着打扮也不自觉受到台湾影响 因为以前在大陆上班的话 就是顶着个高跟鞋 然后就是穿的比较正式 会穿洋装啊 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衣服 但是在台湾因为我没有上班啊 所以我都会 就怎么宽松怎么穿 身边还蛮多大陆的朋友 嫁过来以后回去都被夸说 好像你有变年轻 就看起来好像跟你实际年龄 好像差蛮远的 就是少个五岁八岁之类的 比如说可能台湾早期就比较 那个药妆这一块嘛 美妆店出来的比较早吧 台湾女生比较会保养之类的 甚至连假话都快要听不出家乡口音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台了你知道吗 我想说真的吗 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台 他说就是你整个人看上去 根本就不像是桂林人 就像是台湾台湾妹 他就这样讲 他说你就是台妹啊现在 我说还好吧 但是我现在对还好吧这几个字 我现在是打问号的 因为有太多人说 你现在口音啊不管怎么方面 都是台湾人啊 可能就来台湾浅移默化 慢慢慢慢的改变了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反应 就觉得正常啊 然后每次回大陆以后 他们就会说讲话不要这么抬哦 像比如说来不来 对不对 像我们说就是你来不来啊 那桂林普通话就是你来不来啊 这样 那个腔调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 而且桂林人讲普通话 没有说要太标准 他就是随便讲 就是你来不来啊 今天来白安啊 就这样 因为我南方人吧 南方人就没有太重的那个北方腔 像如果是北方的人来到台湾的话 他们的腔调就很难改 南方人几乎都是 就是可能来这边待几年 就慢慢适应了 逐渐被台化的卖卖 也爱上不少台湾零食 自嘲来台后变成吃货 你看好浓郁的咖啡味马上就出来了 如果是冰冻的话 里面这个夹心是硬的 现在是软的 我爸妈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我买这个给他们吃 我说妈来吃这个孔雀饼干 然后她那时候一脸一问 她说孔雀饼干 它跟孔雀有什么关系吗 它里面有孔雀的什么 什么器官还是肉吗 我说你想太多了 它只是牌子叫孔雀饼干 你这二十几块钱想吃孔雀肉 会不会想太多 我在吃过这条路上已经回不来了 越走越远 我觉得终将有一天我会变成一颗球 都是因为台湾的小零食太好吃了 尽管早已经入境随俗 但大陆媳妇的身份 难免会挑起部分酸民的敏感神经 还像这种啊 这就还想统一 真奇怪 台湾怎么了 你回他桂林甲天下什么什么 不用试看台湾破地方 我想说我说这个跟你的留言有任何联系吗 会一直说什么 就会骂一些很难听的字眼 反正就是 其实我也不太搞得清楚 他们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 然后反正就是会上来骂 一顿乱骂 但是他可能他也不清楚影片的内容 他只要看你是大陆人他就上来骂 所以其实也蛮无奈的 就还好啦 我是觉得我心态摆还蛮正的 我就不管他 比较简单的设备 像我平时就是这样 嗨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下午的行程了 那旁边呢就是摄影大哥 还有记者小姐姐 现在的卖卖不仅是全职家庭主妇 也身兼YouTuber 平台拥有上万粉丝 在台湾的生活持续多彩多姿 再次行 好